牙齒保健很重要,牙医师提醒您,或许你没有蛀牙,但却还是会有可能罹患牙周病。 根据研究,一般人罹患牙周病约五成,其中长辈的罹患率更高达了九成。 严重的牙周病有可能会让牙齿全部掉光。 最好的预防方式,除了良好的口腔清洁以外,最好每半年还是要到牙科检查。 双额医院公布植牙个案是因为严重牙周病造成了齿槽骨破坏,必须进行皮痘重建才能够进行植牙。 牙医师表示,多数的国人罹患牙周病,但却不自知。 等到牙齿咬,牙齦萎缩,病况真的是严重了。 牙周病比较特殊就是,它没有很明显的自觉症状。 那等你开始有感觉,比如说牙齿没办法咀嚼,会有持续性的疼痛。 那那个时候大部分都已经到末期了。 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,在平时,大概每六个月,能够到牙科诊所去接受这个诊疗,做正确的诊断。 那假如牙周病,就要赶快积极介入,赶快将这个牙周病发炎的这个现象,给它全面性的给它控制。 避免发生牙周病,除了有良好的口腔清洁习惯之外,牙医师建议最好每半年就到牙科检查,才能有效预防。 跟欧美比起来的话,确实稍微高一点,但是索性因为我们最近这三十年来,在我们的这个医疗体系底下,我们对这个牙周病的防治,也花了相当大的这个努力。 所以这一方面,我相信未来壮年或者是青少年的这个年龄层,在这个口腔保健方面,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个改进。 牙医师说,身体健康的前提就是做好口腔保健,尤其牙周病的预防千万马虎不得,以免换了一口烂牙,得花更多钱进行治疗。 中江新北新闻,综合采访报道。